大家好 我是Alan 歡迎收看投資雜記 這幾天環球的局勢比以往更動盪 反而市場比過去億兩個星期更輕旺 主要的理想就是耳巴衝突 循例來說避險的情緒會升溫 避險情緒升溫之後 這次奇怪在錢沒有流入黃金 也沒有流入Crypto 當然黃金是有少少的反彈 但你發覺與美國國債相比 美國國債很明顯吸引的資金更多 所以你看到美國資金流入美國國債之後 債息在見頂後迅速回落 十年期國債上個星期 其實差點會觸及5的心理關口 現在回落到4.6左右的位置 兩年期國債在5.2、5.3見頂後 這令市場對於加息的壓力或通脹壓力忽然間有所舒緩 變成美股尤其是以科技股為首的反彈 這幾天比較明顯 這對港股來說當然是利好的消息 所以我們看到港股這邊 就是科技股、TMT 這幾天都有一個稍微明顯的反彈 但這個反彈我質疑是持續能力有多久 尤其是債息的回落 其實和通脹的預期和息口的預期是毫無關係的 這個回落純粹是因為避險情緒忽然間上升 所導致的 但美國國內面對通脹的問題 面對加息的壓力 其實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尤其是今個星期四晚美國要公佈九月份的CPI 現在根據市場的預測 按月雖然仍然有0.3的上升 但普遍來說由於去年的基數比較高 所以整體按月CPI按年的升幅 應該由上個月的3.7回落到3.6 Core CPI由4.3回落到4.1 問題我比較懷疑這個這麼低的預期是否現實 因為過去你見到有兩個月CPI的預期 都出來的結果和預期很明顯多了2.3 原因在於大家對油價對通脹的影響 有少少低於股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就是7月份開始 油價見底後忽然間發瘋地上升 你見到這個WTI其實由最低70美元以下 一標標到上去接近95美元這個位置 其中絕大部份的升幅其實發生在九月的 所以九月份相對於八月份 油價對於通脹的影響應該是更加明顯的 所以如果今個星期四晚 美國出台的CPI又再比預期為高 即加息的預期就忽然間又再回來 所以美股尤其是這一輪的反彈 邏輯其實不太堅實 其次就是對於以巴衝突的研判 以巴衝突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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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面相對來說是震撼的 之後拖著平民的屍體油街 這方面亦令到以色列的境內 造就比較大的仇恨和恐慌 以色列作為報復 其實初期都是一個狂軍濫炸的情況 你看到畫面相當之震撼 而在其他環境內 大概都看到情況是怎樣 問題在於現在 以色列第一輪的反彈 大概已經結束 把整個袈裟的地帶 圍到水洩不通 下一步也是斷水斷糧斷電 消磨士氣後 才會有下一步 例如派地面部隊進入 進一步的遺止 或者搜捕加沙俱落的恐怖分子 這個過程我相信是比較漫長的 在漫長的過程中 應該不會出現頭幾天的震撼的畫面 變成國際的關注度 其實是會逐步地下降的 另一方面 之前大家比較擔心或有部分研判 會不會演變成第六次中中戰爭 或者將周邊的大國甚至連美國都捲入 這方面的可能性也是極低的 首先哈馬斯這次為何可以繞過 這個以色列的情報系統毫無預警下 發動這個襲擊 原因是他似乎沒有通知過周邊 任何疑似的盟友 例如黎巴黎的珍珠黨 甚至背後 大家都覺得是背後策動的伊朗 本身也有機會未必知道的細節 可能已經回到石器時代 斷絕了用任何電子通訊 可能都是透過面對面的方式交流 才能拆動這次出人意表的襲擊 所以周圍沒有任何協同作戰的可能性 你看到北面的黎巴黎的珍珠黨 甚至在約旦河西岸 另一個巴黎的聚集區 都沒有相應的協同作戰情況發生 所以這次事件出現之後 除了伊朗表面上支持巴勒斯坦人之外 其次沙特口頭上 似乎都是認同巴勒斯坦人受壓迫 逐出的反抗 其他區內的阿拉伯國家 包括約旦、埃及 這些都是譴責恐怖襲擊的行為 所以這件事演變成 以色列和周邊國家發生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的可能性 其實我認為是極低的 最終的結果 很大機會都是圍困著加沙之後 當然之後的戰爭 是會比之前有機會更加慘烈 畢竟被圍困的那百多二百萬 絕大部份都是平民 如果在圍城的狀態中受到傷害 或過得慘況最劇烈的應該都是平民 所以這次事件毫無疑問是悲劇 而悲劇的確有機會延續下去 當然希望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 以後就算發生一宗都嚴多 但實際上絕大部份的人 對於這類恐怖襲擊都顯得毫無還手之力 而一個可預計的結果 雖然戰況可能比以往更加慘烈 但對於區內局勢的影響 其實就應該逐步被淡化 所以尾巴這個衝突 開局的時候當然是吸引到很大的眼球 亦都很多人從這個 俄烏戰爭的註疑裡 去了尾巴當局 但尾巴的發展的決定性或重要性 其實遠遠不及俄烏之間的戰爭結果 所以時間一長的話 似乎世界都會回復正軌 當然尾巴之間 究竟有沒有解決的方案 或者什麼時候解決這個 沒有人可以說得到 但對於外圍局勢的影響 包括我們所說 因為避險情緒升溫 導致國債的息率變頂回落 這個趨勢 應該很難持續下去 最終美國的息率走勢 其實都是要看回美國本身的經濟狀況 失業率和通脹情況而決定 而星期四晚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這是值得大家去關注的 另一件事 就是今天的反彈中 其中的TNT 即是手機零部件相關的股份 或者手機股份 你看到小米、順域、Qtech 甚至連Cowell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原因在於昨天 華為調高了明年出貨量的預測 直到華為出現Mate60和Mate60 Pro之後 其實在內地反應一片大好 所以它調升了明年出貨量的預測 調升到六千萬至七千萬部 華為其實今年的出貨量的註冊 大概是三四千萬部 所以對於明年來說 是一個增幅很明顯 所以帶動整個手機的產業鏈 每一隻都受到這個刺激 出現一個明顯的升幅 但有一點是需要注意的 這個華為調升的出貨量的預測 我不懷疑它實際上是否可以做得到 或者做到的機會我認為也是高的 問題是這個調升出貨量的預測 其實只是一個品牌自己的事 其實對於整體的出貨量或需求來說 其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即是它這方面調升出貨量的預測 即它多賣個機 意味著其他的手機品牌 尤其是它直接主要的競爭對手 即是小米、OPPO、Vivo 這些出貨量的預測或銷量 有機會進一步下面 而這個趨勢其實在今年上半年已經看到了 因為你留意整體的需求其實今年仍然未見底 如果你說環球智能手機的銷售 在今年第二季度 Year on year即按年仍然下跌7% 第三季度初步的數據體仍然未止跌 第三季度按年仍然會出現下跌 第二季度內地的手機出貨量 雖然跌幅收窄了 亦比環球的平均要低 跌2.1% 原因是2022年跌幅比較大 基數比較低所導致 即是整體的需求仍然是比較疲弱 當中如果是內地的情況 就是頭五大手機品牌 只有兩間銷量提升了 第一個是Apple 一個是低單位數的升幅 第二個是華為 華為第二季度的Ear on year 按年升了四成左右的銷量 同期其他牌子 Oppo、Vivo、小米等 其實跌幅都是接近雙位數 有些甚至雙位數以上 很明顯是華為的賽道復甦或興起 其實是透過蠶食其他國內品牌的銷量 所導致的 所以明年即使將銷量提升 也好或者出販量預期提升也好 即使明年真的可以做到這個數字也好 但對於其他手機品牌來說 就是其他手機品牌的銷量和銷量支援率 就會被華為進一步搶奪 即是說結果其實沒有任何差別 整體上對於這些手機零部件製作商 尤其是信譽、Qtech、Cowell等 其實整體的出貨量 其實也不是一個見底回升的格局 只是他們的客戶結構出現了變化 即是華為會拿多了貨 其他小米、OPPO、Vivo等 會拿少回貨 所以整體來說 他們的出貨量沒有大幅改善的話 規模效應還未可以上升 它的毛利率也未必出現過很明顯的改善 所以這些手機零部件 今天忽然間飆升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獲利 或者是一個離場的機會 畢竟這些手機零部件 都蟹了很多年 難得有一個這麼好的逃生價格 大家都應該好好把握 今天的投資集記說得有點長 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聊 拜拜